Hello 大家好 我是柳燃团队的Alison 欢迎回到我们这期视频 什么叫House Hacking 以租房子来讲贷款 如果假设你做一个 就是first time home buyer 或者说你想说 我能不能买个房子 我还请个租客在我家 这样我可以适当的 还要帮我负担一些成本 是不是 比如说地税啊 一些物业啊等等 这样的一个款等等 怎么样做 可以让你省了 一大笔的费用 怎么样的房子 会适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在偶尔很流行的 一个房子叫做什么 Next Gen 对 Next Gen 就是这种房子 就是什么 它有独立的出入 独立出入的这种房子 它一个房间加一个小客厅 还有一个自己的洗衣间 卫生间 其实蛮喜欢这种房子 但这种房子 就是可以能住个 1500到1700左右 这样的一个Next Gen 非常普遍 但是并不是说 经常都做这个产品 原因是什么 它地又盖得很大 就宽 所以说地非常贵 这种房子的话 它就比较 就是说持有成本 就是说这键上卖的时候 它不算很值 就是说键上键的时候 它花费更多钱 对 没赚那么多的回报 如果你有这种房子 非常值得拥有 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你们房子有地下室 我知道在南家 就有地下室的房子 非常少 对 在Stone Gate 有一个有的很贵 太贵了那种房子 那么好的房子 你愿意出租吗 在Newport Beach 其实也有 这种房子 你可以把地下室租 分出去 分两个门 就是地下室 它直接的Access 对 然后二楼 如果地下室 做人做得好 你可能有两三个房间 完全可以覆盖你的Mortgage 真的 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种房子 比如说你的院子很大 你可以盖一个ADU 你把房子就是开两个Access 对 你的住客 也可以把这边租出去 Los Angeles那一块 对吧 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 或者是你的房子 本身有个Supply Entry 房子也是可以考虑的 买到这样的房子的话 年轻人 可以这个去 住客的一部分的钱 能够cover掉一些贷款 对不对 按揭 我觉得这个理念是 其实是蛮非常好 因为第二 如果你的空间很大 你也不要浪费你那段空间 而且呢 有效的采用 让租客出去 让你成本 这方面的话会降下来 但是也有一些 带来负面的 别人住在一起 就是有很多麻烦 对隐私问题 要租客不给钱 各种的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呢 也就看人 所以你在找租客说 就是你要花点心思 其实完全也是可以避免 这方面的一个担忧 这个也是大家要理性思考 所以整体来说 大家可能会想问到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做ADU的话 那我地税是不是加上去了 这样 这个就是 阿守过来评估 对 这方面肯定有 有风险 但是你ADU是这样的 盖这个房子 其实不会很贵 它要求 并不会说 你本身去盖这个房子 从就地起来的时候 那么要求那么严格 所以其实它的成本会比较低 所以为什么ADU是非常 popular 对增加值比较好 对对对 特别是还有一个 为什么Ost Hacking有好处呢 说你把地下室要重新变成 就是非常好 可以入住的 包括你的房子 ADU 这房子在你卖的时候也很好 所以你就是这个房子 本身又增加了它的价值 所以喜欢这方面内容的朋友们 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的 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 我们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我是旅人团队的Alison 请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 好 那我是雨薛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